雪狼儿水务管理公司早上8点发文告宣布 受断水影响的雪龙七个县市已经全面恢复水工 这是一场人为灾害 基于事态严重影响深远 警方向总检察署建议 援引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对付涉案者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都哈密今天受询时透露 警方昨天已经和总检察长以及雪州环境局 针对共和污染事件展开部门开会 警方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以被视为有组织犯罪 因此建议援引更重的法令对付涉案者 阿都哈密强调案件的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 查案官目前根据总检察长的指示 搜集更多资料 触及民众耐心等待 警方会透明侦办 绝不寻思 雪州苏丹沙拉福丁昨天预令州政府 拆除沿河一带非法工厂 避免雪拉俄河以及支流 再有受污染的风险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全国警察总长阿都哈密 在同一个场合上 也遭媒体连番追问好几个热门话题 首先关于原产业部部长 拿都凯鲁丁 从土耳其回国后 没有居家隔离14天 阿都哈密表示 警方已经传照超过10名证人 调查工作接近完成 估计明天就可以提成报告 另一方面 针对伊斯兰党巴西腹地国会议员 聂默哈默扎瓦威 在国会上发表 基督教本就禁止酒精饮料 但圣经后来遭人篡改或扭曲的言论 警队一个证实 警方已经开档调查 目前还在等待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报告 至于双西毛诺非法赌博活动一案 阿都哈密坦诚 警方有执法不足之处 不过否认 下属在执法中 贪污烂权 外号汉保 小哥的汉堡小贩 早前在面子书直播 控诉执法单位 没有对双西毛诺新政的赌博活动 采取行动 有包庇之嫌 反汉会事后逮捕 八名沙阿南市政厅的执法人员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